新加坡的模式 新加坡的模式 那其实明华 眼这样看的话你觉得 新加坡模式会是大马想要的吗 当下目前的话 我想我们谈到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这个模式的时候 我们会联想到很多东西的 第一是为财适用 正在一个人才经营政策 第二呢 就是那种 不实的那种领导风格 第三呢 就是 就是有远见的 有远见的 有野心的那种政策 第四呢是高兴 高兴 那第五呢就是 反贪 然后提倡这个青年 那再上来第六呢 是有效力 那你觉得这个 不能够难上 在下来进去呢 是严群禁法 就是严打这个罪犯 那第八呢 是一个清洁 整洁的那个花园城市 那第九呢 是以英语 英语 不许牺牺牲 就是母乙 把英语列为 定义工作医 那种 华校啊 在这种政策底下 他不许关掉这个 南洋大学 然后也 然后就造成这个华校最终总部的历史 这样 最后一点呢 就是他的那个贴碗政策 那种贴碗 那种打压 硬体压制 沿路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这个领导模式 所以似乎 这个东西啊 都可以 说是新加坡模式的组成部分 彼此是环环将扣的 是你 少了一个了 可能新加坡就 没有今天的这个新加坡了 所以你觉得大马需要哪几个呢 还是大马可以 组成自己属于大马模式呢 我想这个 我们谈到这种 新加坡的模式的时候 我们能够复制这个新加坡的模式的时候 我想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离开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 历史条件跟历史环境 新加坡的成功 它的政策的形成 既有这个 它品观的一些条件 也有那种可观的因素 比如说 其中一点 我们想 我们不能够否认 就是在 上个世纪那个人战时期 美国在 帮忙新加坡建军 还有帮忙新加坡建设这个经济 所扮演的那种决筹 这个东西我们是公共否认 如果 否定了这一点 这样 那么 这个 如果想到这一点 新加坡的成定 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而且我们回头看 当年的 四小龙 香港 韩国 台湾 新加坡 这是令我们最感慨的 因为一脱离马来西亚 新加坡 香港 香港是当时还是英国的指向地 但是你看韩国 台湾 基本上都是清美的 都是清美的 这个美国 基于这种政治上的需要 当时要 意识形态的那种斗争 就是要对抗共产主义 所以 他必须要 把台湾 韩国 和新加坡 都 帮忙他们 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 把他 捆固他们的经济 捆固他们的政治势力 所以 这个 这个都是其中的一些因素 我想 嗯哼 所以这个 你说我们 我们可以 可以 不可以 复制 这个 新加坡的模式 我想 历史 这个东西 它的偶然性 也有它的必然性 是 有时候是 14兆英雄 有时候是 英雄造辞职 新加坡是一个 明显的 既有 英雄造辞职的因素 也有 14兆英雄的因素 在里面 好 潘先生 你怎么看 其实对于马来西亚 需不需要这个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模式 基本上就是一个 开明的好皇帝 开明的好皇帝 意思是 有一个开明的好的皇帝 是 然后有一个 高品质的威权统治 那么通常我们认为 威权统治 都是负面的 都是 没有效率的 但是新加坡是一个 高品质的 威权统治 因为它有一个 开明的好皇帝 就是 李光耀 但是 我们 希望建立的是一个 长期可以 存在的一个 好的制度 一个好的监督 制衡的一个民主的制度 而不是期待一个 好的皇帝 或者好的统治者 那么新加坡 新加坡模式 未来最大的一个挑战 跟一个困境 就是 一个好皇帝 不再之后 会不会以后出现很多坏的皇帝 因为他没有一个 比较健全的民主的制衡的制度 新加坡也没有一个 比较成熟的反对党 那么新加坡也还没有一个 比较有规模的 比较有活力的公民社会 所以 我们谈新加坡模式 其实最大的引诱就是 李光耀不在之后 现在他所培养的 这一群技术官僚 或者是专业的精英 有没有能力应付 未来一个社会很复杂的那种政治课题 还有一个社会管理的问题 因为在李光耀的这个管理跟教育之下 新加坡很多新一代的领导人 他只是一个行政的精英 或者是技术的官僚 他们还没有面对过很复杂的 很严峻的那种政治的考验 有很多大的问题 重大的政策的一个决策 其实李光耀都已经帮他们设定好 处理好 SOP 他们只是在做一些日常的管理跟执行 所以新加坡他有行政精英 但是没有政治领袖 在李光耀离开之后 新加坡没有政治领袖 因为政治领袖必须是在一个 民主跟选举竞争很复杂的环境里面 才可以培养出来的 那么如果你问马来西亚 需不需要新加坡模式 我想我们还是比较更加期待一个 自由的民主的政党轮梯的一个两限制 那么只有一个好的健康的成熟的民主制度 我们才可以期待马来西亚有各方面的政治改革 跟经济改革 如果我们回到新加坡模式 我们又寻找或者渴望一个好的皇帝 一个好的威权领袖 那么其实我们是走回头路的 我们应该是要开展我们的一个政党政治 还有一个民主的制度 让我们的民主化更推进一步 而不是渴望新加坡模式 或者是李光耀的英明领导